老司機也是會去撞到 看一下電池撞破了 然後這裡也去撞到 想說閃得過 歐洲秋冰白骨的時候去撞到 電池也去撞到 但是我在還沒撞到之前 就去買跟車頭一樣的尾燈 全LED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在蝦皮買的 六期後燈 這不知道有鋼的 一下TGS TGS不是那個電池嗎 來 再開箱 看這個 2021 1月4號 我生日那天 生日那天做的 可是他這個 說沒有 沒有流水燈 可能就是方向燈打下去 就是亮一邊 然後他有兩種 記得 你若是古型五期的 還是你是這種插頭的 你還記得買這型的 因為正原廠的 它是孔位是橢圓型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圖片 有不一樣喔 所以要注意一下 這個有記錄嗎 沒有 好 看第二趴 OKOK 我們就來換一換吧 這種燈組很容易換 就後面這邊 兩隻而已 一邊一隻 這裡把它套下來就可以了 好 來測試一下 唉唷 還不賴喔 但是就是 缺了流水燈 跟前面不一樣 前面是流水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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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這樣終於有原廠造型的尾燈 跟LED的啦 喔 而且這個 一個又很便宜 這個好像 兩千六百塊左右而已 啊 買一對 買一對 便宜一百塊 呵呵 有 還不錯耶 我們 電燈打開看看 你看 這樣看起來造型還不錯喔 嘿嘿 這個有導光條的 這邊也是導光條 可是它的導光條看起來比較不像 架版的導光條 裡面還是有 看得出來 有一顆一顆的 那個 LED的感覺 但 基本上 我覺得是 還 蠻不錯的 喔 看起來還不錯啦 OK啦 熟就好了 齁 啊不然這個 這樣 這張燈泡的啊 我這個尾車沒有氣墊 一天到沒有換店鋪啊 就罷了 國東那一台有氣墊還好 我這個 鋼板懸吊耶 經常把那個 燈泡啊 鋼板的 裡面的那個 屋絲 都把它鎮斷 其實都還沒燒掉 都是鎮斷 所以 就試試看吧 喔 啊那個 蝦皮有連結了 你們再 自己去看看 好像剩下兩組而已吧 還不錯啦 嘿嘿 嘿嘿嘿 剩下 不然這個原廠 聽說一個好像要 一萬六 一萬七左右 阿小歪的 兩千六 超夠多 哈哈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方向燈打下去 有沒有 一樣 尾車方向燈有亮 尾車方向燈有亮 有什麼差別 你如果尾車沒有亮的話 就只亮箭頭 跟第一個四方形 綠綠的 第三個綠綠的不會亮 你如果尾車的話 所以 達副六期 他你就算是裝那個 LED的尾燈 他一樣 可以讓你知道你的尾燈的方向燈 有沒有亮 OK 這個一組很便宜 去蝦皮看看吧 OK 拜拜 拜拜